霍华德会不会底薪加入勇士组成六巨头,勇士队比一年530万美元签约了考新司,这样一来勇士队就有五名全零星的球员,堪称梦之队,现在还有一名内线球员还没有签约任何球队,就是霍华德,之前有传闻,霍华德最加盟勇士队感兴趣,现在勇士队已经签下了考新司了,霍华德和考新司的位置是重叠的, 霍华德过去的话,只能做考新司的替补,这是霍华德不可能接受的,据记者萨姆·阿米克透露,霍华德目前对洛杉矶湖人队有着极大兴趣,他渴望联手詹姆斯来追逐奥布莱恩杯,上赛季的霍华德场只能得到16.6分,12.5个篮板,1.6个盖帽,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霍华德加入胡人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, 而不是选择笔心加入勇士队,欢迎关注《小唐爱体育》。